用石板搭建而成的烤爐 不說您可能不知道 這座烤爐在排灣 以及盧凱族生活當中 可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這個盧凱族人跟台灣族人都會有 它是烤芋頭乾 芋頭乾 對 芋頭乾 它會把芋頭烤在上面 所以芋頭其實是 盧凱跟台灣他們主要的一個 烤糧 而這樣搭建的設計 更有著有趣的小故事 過去台灣族的故事是這樣子 它這個烤芋頭的這個芋頭呢 它是有一對夫妻 結果他們弄了很多很多的芋頭 重了很多的芋頭 但是不吃很可惜要壞掉啊 加上天氣又一直下雨 那怎麼辦 那個男的呢叫做 Buyanguyuan 他叫Buyanguyuan呢 就叫那個卡卡斯克說 我們... 白衣 少爽救我 意思是說 親愛的 你到上面去 按你兩腿打開 好 好 這夫妻院就下去看 好 我知道了 他就做了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他有一點點是圍斬腳 所以... 對他來講 是一個非常豐貴的 他是可以繁衍子孫的 那... 在這裏面對打獵或是面對抗爭的時候 除了靠著野外的吸水補充水分之外 主要的糧食就是依賴芋頭來衝擊 為了讓勇士們攜帶糧食能夠更方便 婦女們會藉由這座烤爐加工之後 讓外出的男士能夠擁有體力保衛自己的家園 現在啊這個... 所謂這個就是 他們要製作一個芋頭乾的一個設計啦 然後他們會將火在這邊做起火的動作 然後火上來熱氣引到這個地方 我們上面就會擺設很多那個芋頭 然後芋頭做出來之後呢 他們就是... 就是火烤之後 芋頭就可以做他們的一個口糧乾糧 雖然時代變遷 但是族人們對於仙人流傳下來的古早器具 依然是相當的珍惜 東台新聞 鄭惠如 范耀玲 林婉珍 金楓香採訪報導